好的 今天有一位評審非常詭異 他居然該在七月半這個位置 厲害… 歡迎僵尸先生 哈囉 好可愛喔 在泰國投訴的夜晚 到底姚志強被鬼怎麼了 就讓他來告訴你 曾在五四兩旅服役過的X先生 今天不是來爆料 而是要告訴你 在這經歷過的真實撞鬼經驗 小甜甜在拍攝外景時 見到一位小弟弟撞邪實路 與你一起分享 在前往工地秀的途中 林姚佑卻怎麼也找不到活動地點 今晚鬼登獎驚悚指數高的貨表 扔掉你家遙控器繼續看下去 在童星時期的方便吉也曾撞見他 這個恐怖之旅 讓我印象到現在還是非常的深刻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有一次就是我 然後方婉禎 蕭玉芬 孫數命 那時候我們剛好在嘉義有一個簽唱會 然後從早上就開始忙 忙到晚上大概一兩點 那宣傳就說不然就隨便找個飯店 錄住就好 那宣傳就開著車開 開著車開到一半 突然有看到一間飯店 它寫重新裝潢盛大開幕 然後我們就行李搬一搬 然後宣傳帶著我們 就要去確認了 那到進去到那個大廳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味道很奇怪 因為一般那個飯店都是香水的味道 可是我一進去到那個飯店的大廳 聞到很濃很濃的消毒水的味道 那那個因為我們小時候 那些小朋友們 不管去到哪裡都很受歡迎 那個服務人員就說 嗨 方順吉喔 你們來嘉義宣傳喔 我說對... 那我們宣傳就去跟他那個接起來說 那因為我們只要住幾個小時 因為現在都兩點多三點了 因為我們早上七點就要離開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開一間房間就好 那個飯店那種說 好啊 那沒問題啊 我們剛好二樓二零一這一間房間 它是全新裝潢的 剛裝潢好不久 那剛好 我又喜歡聽你們這些小朋友唱歌 那間最大的二零一的房間 特別安排給你們住 那又算你們便宜一點 那進去到二零一房間的時候 因為門一打開 鼠妹就快吐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二零一房間裡面的消毒水的味道 更重 比大樓啦 比大廳的消毒水的味道更明顯 那鼠妹就說 當聞到那個味道 她就說 她跟我們宣傳說 這個飯店是不是不乾淨啊 還是我們不要住了 因為我一進這個房間 我就想吐 然後宣傳我們可不可以換一間飯店 那宣傳說 不會啦 你們不要自己嚇自己 你看人家的裝潢那麼好 應該沒什麼問題 可能是你們這些小朋友 宣傳一整天太累了 那當然他們 大家把行李放完之後 他們三個女孩子就先進去洗澡 那去洗澡之後出來 三個女孩子洗完澡出來之後 然後婉禎突然問那個鼠妹說 鼠妹妳剛剛是用什麼洗 為什麼妳的背後 背部有很明顯的抓痕 玉芬說 對啊 我們剛在浴缸裡面的時候 看到妳背部有很明顯的一些抓痕 妳都沒有用手抓嗎 妳說沒有啊 我洗澡就是用那個浴巾啊 那個棉球啊 那鼠妹聽到這裡的時候 她就已經哭出來了 那宣傳就說 好了好了 不要討論了 趕快去睡覺 方順其妳趕快去洗澡 洗完澡 趕快睡覺 明天大家很早很早就要起床了 然後我想說 其實我聽他們這樣說 我也怕怕 因為至少 他們是三個一起進去 那時候只有我一個小男生 結果他水幫我用好的時候 我就進去泡澡 然後在浴缸裡面 躺了大概十分鐘 那我印象很深 浴缸在這裡 那我上面這邊有一個氣密窗 有一個通風口 那如果人爬起來 看那個洗手台 就可以看到鏡子 那我泡澡的時候 我泡了十幾分鐘之後 然後突然間又爬起來 要起來 換衣服的時候 看到 從看到鏡子的時候 在後面的氣密窗上面 有一個女孩子的人頭 然後想說 會不會是我看錯了 然後想說 不然再躺一下好了 躺一下 它待會兒應該就不見了 結果過三十秒之後 我又看那個鏡子 它原本是在氣密窗上面 已經降下來在卡古多 我的頭這邊 那我也不能尖叫 我也不能說有鬼 因為我想說 如果別人沒有看到的 人家會以為我瘋掉 當作都沒有看到 我就趕快去睡覺 然後當天晚上睡覺 你就會 因為也不太敢睡 因為怕想說 如果那個廁所那個女鬼 跑來邀我們的話 要怎麼辦 然後當時就半睡半醒 半睡半醒之後 直到隔天早上 原本七點要出門 我大概六點多 就把大家叫起來說 太陽出來了 那我看我們趕快去吃個早 早餐 趕快去跑宣傳 趕快離開這間飯店 那在車上的時候 宣傳就說 你昨天是看到什麼嗎 還是有什麼話要跟我們說 我說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錯 還是我太累 我昨天真的在2011那間房間 的浴室裡面 然後淑妹聽到這裡 她又哭了 她說 我的抓痕 會不會真的是那女鬼用的 然後宣傳說 今天你也會不會說 你也會不會說 你知道宣傳不久 你還這樣說 待會兒 等一下我再選團 不要再說這個問題 開始選團 然後第二天我們也是 還住在嘉義 那當然有了第一天的經驗 第二天我們就 沒有去這一間飯店 就重新又找另外一間 然後她是離市區比較近 那我們第二天入住這間飯店一樣 一進去門的 一打開門的時候 那個服務人員就很開心說 方順吉你好 你們來宣傳 你們是來晚嗎 來幾天了 那我就說 我們昨天就來了 那個服務人員就問說 你們昨天 你們昨天怎麼沒有來住我們飯店 你們昨天是住哪一間 那宣傳就跟他說 我們就住某某飯店 那一間飯店 因為就是全新開幕重新裝潢 所以我們就跑去住了那一間飯店 然後說到這裡的時候 那個服務人 跟另外一個服務人員就對看 然後服務人員說 你們說的是什麼路上 哪一間飯店嗎 我說對啊...就是那一間... 你們不會去住到201吧 全部人說為什麼 因為201那間房間 在上個月才剛發生命案 我們就說是什麼命案 他說就是有一對情婦 在裡面爭吵 然後那個有一個女孩子 她被用那個蓮蓬斗的繩索勒死 那在勒死之前 她的所有牆壁都是她掙扎的抓痕 也很奇怪 因為後來聽一些有去 最近有去入住過這些飯店的旅客 尤其是女孩子 她們都說從那間飯店出來之後 身上也會多 多了一些不明的抓痕 你們有沒有遇到 然後我淑妹 剛剛講聽到這邊的時候 已經趴在地上 已經哭得快暈倒 那這就是我小時候遇到 因為宣傳的時候 常常飯店居住定所不定所 遇到一個真實的故事 對啊 方聖傑 一般喔 我們的反應是看到就會逃了 沒有什麼看到 再閉起再泡一下 我小時候 因為小時候比較有那種 那個靈異體質 很長 所以常看到 十歲 因為那時候還包有那個 童子之聲 那你 最長 所以功力比較好 要是我看到那個 炸的 炸的 沒有 因為當下看到會覺得說 是不是看錯了 我想說可能 是不是我看錯是眼花 好 來 請這邊坐 好 因為在我大概十八九歲 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最常拍 因為那陣子非常流行 拍一些鬼的一個連續劇 那我們那一天是要拍一個 有人上吊的戲 那我只記得在中影文化城 它有一個二樓的閣樓 就是一個小小的店舖 然後這樣有個樓梯走上去 有一個二樓 然後一個小陽台 那在我們拍戲的人來講 我們原則上 那拍這種戲 我們其實都會很害怕 原則上這些東西 能不要亂碰 就不要亂碰 可是那一天就有一堆的 臨時演員 因為要演我的一個小師弟 就很多人 那當然我跟他們是不認識的 那他們就很頑皮 也不怕死的 就在那邊玩起來了 那一直到有一位小男生 他把頭擺在那個 繩索裡面的一個當下 我實在受不了 我就說 不要再玩這個東西了 這個要拍戲的 你們要尊重它 然後他們被我一講 他就嚇到 就沒有玩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拍 但是那場戲拍的時候 是很順利的拍完了 但是下一場戲是拍到就是 我拿了一把劍 站在最前面 然後告訴後面的一個小師弟們說 走 我們開始來去練劍 我就把劍提起來 可是剛剛把頭擺在那個 繩索裡面的那個小男生 排在我的後面的再後面 他其實是排在第二排 就五四三二的時候 我就講走 我那把劍本來是拿直的 它就是變成這樣子了 就變成橫的 然後就鄭中那個人的眉心 我當下嚇到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第二排 他為什麼怎麼樣 我應該刺到的是第一排的人 他為什麼會錯身到第二排 然後我們當下 我們就停工了 然後我也嚇呆了 然後我就說要不要送醫院 他說沒有關係... 然後那個劍就這樣刺在 這個正中心 然後血就這樣流下來 我說 他說你還是去看一下醫生比較好 我們就很簡略的 把那一場戲就拍掉了 然後那時候拍完的時候 已經十點多 那工作人員那時候就... 因為我那陣子常在 中永化城拍戲 所以我那陣子都沒有開車 因為一直在嘎戲 工作人員就用機車載我回家 那我只記得他們是從 中永化城旁邊有一個隧道 是自強隧道好像 然後從那個隧道一進去的時候 旁邊不是有那個寒冬嗎 就是一段一段的 我只記得我一走進去的時候 然後就在旁邊一看 寒冬旁邊就有一個女生 可是因為我摸車也在行進 然後在走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本來想跟我前面的人講說 會不會對岸對面有人出車禍 需要我們幫忙 可是話我還沒講出來的時候 到第二個寒冬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開始 又是同樣一個人 到底在隧道不斷現身的恐怖女子 究竟是誰 小孩不肯吃藥的害人原因 那一天那個護士姐姐 就要去幫那個弟弟餵藥的時候 那個弟弟就一直掙扎 一直掙扎 然後媽媽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知道一直動一直動 護士姐姐拉不住你 然後這時候弟弟就瞪他媽說 你就感覺到有人一直在 空空空敲我們的車門 敲我們的車門就斷了 忽然有一些 他搭上了那個玻璃 我們就很簡略的把那一場戲 就拍掉了 然後那時候拍完的時候 已經十點多 那工作人員那時候就 因為我那陣子常在 中影文化城拍戲 所以我那陣子都沒有開車 因為一直在嘎戲 工作人員就用機車載我回家 那我只記得他們是從 中影文化城旁邊有一個隧道 是自強隧道好像 然後從那個隧道一進去的時候 旁邊不是有那個寒冬嗎 就是一段一段的 我只記得我走進去的時候 然後就在旁邊一看 寒冬旁邊就有一個女生 可是因為摩托車也在行進 然後在走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本來想跟我前面的人講說 會不會對岸 對面有人出車或需要我們幫忙 可是話我還沒講出來的時候 到第二個寒冬的時候 又是同樣一個人 我當下已經倒吸了一口氣 一直到第三個寒冬的時候 那個女生已經開始很誇張的揮手 而且揮得出奇的快 我當下就覺得不對勁了 這一定不是正常的人在跟我揮手 當下我就把話也吞下去 然後我就把眼睛閉起來 就一直念阿彌陀佛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 我怎麼樣都睡不好 那也有可能是被自己嚇到 然後我只記得 那場戲拍完沒兩天 我接了一檔的晚會 是像廟會的東西 是在北投 那我就在想說 中永化城去北投其實是非常近的 結果那天晚上我們就拍完戲 我就趕快換了個衣服 往車往北投那邊看 我只記得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GPS 只有手機 然後對方跟我講的一個柱子是 什麼什麼路的幾號 然後他們只跟我講說 就是妳走到大同公司 然後轉進去裡面 不會太遠 很容易找得到 我就非常放心的一個人開車 我大概七點半多 其實我就已經快到大同公司了 人家電話打給我 我說我快到了 所以你們等我一下 結果我怎麼樣轉到大同公司 轉進去之後呢 明明大同公司這邊就很熱鬧 轉進去之後 就沒有看到什麼人 也沒有看到什麼店可以問 而且我就覺得 台北怎麼會有這種地方 它是像人家種田這樣一塊 一塊的田 中間只有小小的洋長小道 然後那個車子只能一步往前開 然後我就在往前 一直開的一個當中 我就看到了 看到大概在前面 兩個田的一個區塊的一個當下 有一個帆布 有燈光 我就想 就是在那邊 就是在那邊 因為只要有燈光 有那個帆布的那種房子 應該就是了 那我就想說 那應該很近 因為隔兩個區塊而已 我就往前開 以正常來講 應該大概十分鐘 就可以開得到的路 我那天怎麼樣開 怎麼樣直走 怎麼樣轉彎 你明明就看它就在你前面 旁邊都沒有任何的一個障礙 我開了快半個鐘頭 就是開不到 我就好不容易繞到繞到 一個斜坡下去就到了 我就想說 終於被我找到了 我就把窗戶開一點點 因為要聽嘛 只要有樂隊的聲音 應該就是了 我就把窗戶打開一點點 沒什麼聲音 可是我想說 那不管了 反正斜坡下去 就是人家那個 那個所謂的一個四合院 有一個爆棚 我就一開下去 我就很開心的 開得很快到那四合院 我一看 人家是在辦傷事 而且那個傷事 是非常非常非常盛大的 然後旁邊都沒有人 那我就開始很害怕 我當下 掉頭把車子往後一開 我只有一個念頭 我要往大馬路開 我就一直開... 開到只要有燈的地方 我就往那個方向一直開 我到後來開出來之後 我已經嚇到沒有辦法了 我就停在一個便利商店門口 我就趕快打電話 給工地秀的那個人 那個時候已經九點了 我那來回 已經在那邊耗了一個鐘頭了 然後工地秀那個人說 你到底在哪裡 你不是跟我講 你七點半就已經要到了 你到底去了哪裡 我說那怎麼辦 我怎麼樣都找不到 我就把剛剛的事情跟他講 他說沒有 北投哪有這種地方 北投怎麼樣問都有人 怎麼可能會沒有路燈 會有田地 怎麼可能 你會走到 你只走到哪個山裡面去的 後來我說我不管 他說你現在 想辦法開到大同公司 他來帶我 結果我從我迷路的那個地方 到大同公司 我從大馬路這樣開過來 其實不用五分鐘 然後人家來帶我 去唱工地秀的地方 其實拐個彎就在旁邊 我當下那一天我就覺得 完了我那一陣子一定是 非常非常的 可能被惡作劇吧 我也在想可能那一陣子 我可能碰到的一些 人家不敢上來 但是他只是要提醒我 所以當下從此之後 我就不敢一個人跑晚會 而且我到後來 就連續去了三天的廟拜拜 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個 田地的那種路 那我好害怕 真的喔 真的就是他北投那邊的 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 是不是不用啊 我想說建議你自己 再回去走一走 我不要 我真的不要再找那個地方太可怕了 而且沒有看到那一剎那 來 覺得 好不好 我們姿佑講得比較恐怖的 請亮燈預備 一 二 三 各關喔 來... 你們也想去那個地方走走嗎 到底在和誰說話 就是因為我也是之前主持外景節目 那很特別的是 因為那個外景節目 街道的一些協助的都是社會局 或者是他們用過很多比較科學的方法 都沒有辦法處理 就會請求到老師這邊來 我們要出外景的時候 通常都會跟一個老師 因為老師要幫忙處理所有的事情 那隔天出外景的時候 製作單位就說 那個老師退通告 因為老師早上 因為那個老師本身是 官司音的旗星 然後他說他早上的時候 官音跟他講 你如果去喔 所以老師退通告 我想說哇那太好了 因為老師不去表示我們應該不用出了 結果製作單位就說 我去 就沒辦法 因為還是得去 一去到一個家 就先到家裡面 因為要了解整個狀況 那一去的時候呢 就先看到那個弟弟 就六七歲的弟弟 那他整個狀態呢 你看到他的時候 他就自己這樣 就是一直翻白眼 然後一直動 一直動 就很奇怪 可是他不可能騙人 因為他只是一個小朋友 讓我覺得 很可怕的是突然間 那小朋友就是 也是翻白眼的狀態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往後彈 然後他眼睛就張開 就說 可是沒有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毛 我就問那個媽媽說 那弟弟這樣子的狀況 正常嗎 可是媽媽就覺得說 習慣就好 因為其實已經好一陣子 這個弟弟都是這樣的狀態 那我就說 那為什麼弟弟會突然間變這樣 因為媽媽一開始 還有先給我們看一些影片 那個弟弟在讀幼稚園的時候 就很開心啊 然後唱歌跟一些照片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常 而且健康的小孩 然後那媽媽就說 因為有一天 那個弟弟啊 就是跟 就約好大家跟小朋友 去游泳池游泳啊玩水 結果兩個小朋友很調皮 結果到游泳池下面啊 就一人一腳 把他往下拉下來 結果 就撞到那個游泳池的地板 當下第一個反應 家人一定說 快點去檢查有沒有撞傷 有沒有外傷 然後去醫院檢查 醫生說 沒有 OK OK 還好都沒有問題 就是沒事這樣 突然間有一天 那個弟弟自己在玩玩玩 玩一玩之後就 就開始抽搐 然後抽搐之後就翻白眼 然後就一直 就是口吐白沫這樣 然後媽媽就快點 把他送到醫院 一送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要檢查 但查不出病因 就只能夠先讓他鎮定 然後他一直吐 就幫他打止吐的針 然後他哪裡不舒服 就只能用針 先幫他安定當下的情況 後來他的情況完全沒有變好 還是要抽去 一直抽去 然後口吐白沫 醫生就在當下 馬上把他轉到家戶病房 可是查不出病因 但只能先放到家戶病房 那家戶病房呢 他一天只有兩個時間可以探視 那也是因為這件事情 媽媽說他從那個時候 開始覺得整件事情很奇怪 那一天呢 那個護士姐姐啊 就要去幫那個弟弟餵藥的時候 那個弟弟就一直掙扎 一直掙扎 然後媽媽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知道一直動一直動 護士姐姐拉不住你 然後這時候 弟弟就瞪他媽說 可是當下只有弟弟一個人 然後護士那時候 也覺得有點毛 可是他媽媽那一次還沒有想太多 我就想說算了 就處理完 然後後來還是一樣 他就每天就是兩個時間去看他 直到有一天呢 他媽媽又進去要看他的時候 那個弟弟又變成不是弟弟了 就跟上次的情況一樣 他又突然跟他媽講說 然後他媽就想說 奇怪 我兒子怎麼會跟我講這種話 然後時間大概40分鐘 看完結束 他一出家戶病房的門口 就接到電話 就是他老公意外過世 就是很妙 然後他就快點 又要處理他爸爸的事情 那還好 就他處理喪事的這段時間 那個弟弟就正常了 就看起來是正常的 那醫生就說 那可以出院了 他就讓那個弟弟回家 一回到家的時候呢 那個弟弟就突然一進房子 就到處拜 就說 好...就一直打招呼 到處拜... 然後他還跟他媽講說 我都已經跟他們打過招呼了 我都已經拜過了 我已經都跟他們問好了 但是他媽媽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弟弟從來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而且他到底在... 為什麼要拜拜 這房子住這麼久了 怎麼會突然要拜拜 好...開始回到家之後 怪事就一直發生 像弟弟他晚上的時候 就大概十二點一點就會起來 然後就會一直跟人在玩 然後因為小朋友如果喊名 那就是一下子笑笑的就好了 可是他就是晚上的時間 都一直在跟人家玩 然後玩得嘻嘻嘻嘻這樣 然後製作單位就說 所以你們就要留下來拍 晚上他的一些情況 那我們就只能拍了 然後晚上大概十二點多一點的時候 就是弟弟要去睡覺 然後他就在上下鋪 然後他睡上面 然後睡的時候他真的起來 他就突然 然後就開始叫姐姐 然後就開始這樣玩 然後他就一直在跟他互動 他就說 好... 然後他就下來 可是這過程我們都在旁邊拍 而且都有機器 但他好像看不到我們 他就一直就是在那個狀態裡面 他就趴那個上下鋪 下下鋪下來 然後他就一直好 然後他就說 好,這會一起去 一起去 然後可是都沒有人 他就到廁所 然後一到廁所的時候 就拿東西 你去死 你去死 然後就一直罵廁所 然後就一直拿東西 往廁所裡面砸 然後可是他媽媽覺得很正常 因為他媽媽說 就到這個時間 他晚上就是會這樣 然後我們大概拍到這些東西之後 隔天就 隔天就請了另外一個老師 然後就 等於說有點像救火就來幫忙 然後一到那個房子之後 那個老師就說 你們有沒有發現 所有他們住的那個地方的門 都是往右邊開的 只有他們的門是往左邊開 然後我們這時候還看到說 真的只有他們家的門是對這樣 等於說是對對面的門 然後對面的門外面還有貼一個壺帽 所以他說 人家都在擋 擋的都跑到他們家來 而且他就 他還說 你知道這個房子有多熱鬧嗎 裡面有老的 有年輕的 也有動物 而且這一間房子 通常我們住的房子會平安 是因為有地基住的保備 他說這間房子一定都連地基住都沒有了 什麼人想要去就去 尤其那間房間 他就只一間房間 然後我們也才發現 那個其實有點像消失的密室 因為他關著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媽媽 他本身的職業是 人家出山 人家奔樂器 他對 所以他的東西都躲在那間 那間就是 就是你就會覺得 他感覺好像很陰暗 然後那老頭說 你叫那個弟弟又到的嗎 他一定沒有到的 然後當下就想說 而且他媽媽就開始哭 因為聽到這個就會嚇到 因為真的太長的時間 我覺得他羈押很久 他都沒有看過正常的孩子出現 他說說其實在游泳池那個時候 小朋友一拉 所以他從回來之後到醫院裡面 什麼靈都可以進他身體 所以他有時候是動物 有時候是大人 有時候是女生 都沒有他 因為他已經不在了 所以那一次是我覺得印象最深刻 然後我覺得很可怕 好 覺得我們這個 在甜蜜中的小甜甜 他講的比較恐怖的請亮燈 一 二 三 厲害 你的故事連殭屍都會怕 真的耶 這邊也沒得過什麼獎 沒想到 來 嚇死我了 戰情室的監視器拍到了 沒有啦 沒有問題啦 我現在就把它拆掉 是不是 果然是X先生 好 來 請講 我要帶來一個故事啊 是我在當兵的時候發生的故事 這其實是 應該在我們那個同一個單位 當兵的人都知道的一個故事 當兵的那個單位 就是最近非常紅的那個單位 叫做陸軍裝甲五四兩旅 然後我們的部隊是在湖口台地那邊一帶 其實大家最近知道 它比較有名發生的事情就是 最近的洪仲修的案件 但是其實不只是這一件案子啦 在之前我們這個湖口台地這一塊 也發生過戰車黏死人 或者是阿兵哥的手被夾斷 或者是一些其他莫名其妙 很詭異的案件都在這邊發生過 我現在要為大家帶來的是一個 應該算是在五四兩旅裡面的一個 傳奇的一個掃點 其實當天是沒有任何的燈的 但是我們阿兵哥去那邊站到 一定會帶著一個通信機 拐拐通信機 然後要站在監視器拍得到的地方 那這個事情就非常的奇怪啦 這個學長啊 因為他也其實下部隊沒有多久 所以說還是二兵啦 他來到了這個掃點之後啊 他很正常的他想說 反正我沒事 那時候是下午 大概兩點到四點的時候 他想說我沒有事 我就站在那邊看看外面的風景 然後站在那邊等我的兩個小時過 反正這一班掃沒有查掃官 所以說我不需要太認真 這個學長呢 他就在掃點啊 的周圍這樣一直走來走去 一直晃來晃去 那最後啦 他突然覺得他的無線電機 突然發出一些怪聲 然後就 沙沙的那個聲音 就像大家看過沉默之秋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通信機會有沙沙的聲音 但是他也想說 是不是通信機壞掉 他一拿起來呼給隊裡面 結果呼連隊的時候 連隊也沒有聲音 他就想說應該是故障沒有問題 這學長他就繼續在他的掃點上面 走來走去 之後沒多久啊 突然有一個暫停官 衝到那個掃點 衝到掃點說 你已經被替了一隻衛掃缺師了 為什麼他會突然被替衛掃缺師 他想說我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啊 我就站在監視器面前 很認真的站在我的掃上面 為什麼我會被替缺師呢 這個站警官就跑過來跟大家說 你剛剛啊 為什麼要放一個小女孩 先蹲在我們站車掩體的前面 一個女孩就在眼前 怎麼會沒看見呢 更多五四兩旅的驚悚事件 馬上回來 就讓我們陪你海翻整夜 兩個嘴唇乾裂 而且紫身一直抖一直抖 他說他進房間之後呢 窗外挑了一個女孩子 這年輕人很久 就知道他還是上門 就是知道了 就是知道了 不是知道了 不是知道了 有男的有女的 就沒有腳 在床間上床就這樣 把床間還跑去 他還跑去 我的嗎 呼連隊的時候 連隊也沒有聲音 他就想說 應該是故障沒有問題 這學長他就繼續了 在他的掃點上面走來走去 之後沒多久啊 突然有一个战情官 冲到了那个哨点 冲到哨点说 你已经被剃了一只卫哨缺失了 为什么他会突然被剃卫哨缺失 他想说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我就站在监视器面前 很认真的站在我的哨上面 为什么我会被剃缺失呢 这个战情官就跑过来跟大家说 你刚刚为什么要放一个小女孩 先蹲在我们战车掩体的前面 我呼你呼不到 叫你赶快把它带开 你也不来把它带开 最后我没有办法 我直接就替你 你这个小女孩 你让她坐在战车掩体的前面 就算了 之后她还来到战车掩体这边干嘛 你在战车掩体这边玩躲壁球 想说这么严重的情形 你一个阿兵哥站在那边 站了两个小时 你都没有看到吗 这学长就想说 他也没有办法解释 因为他自己也开始毛了 他也开始害怕了 所以他只能摸摸头 就想说 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我就这样被你记了吧 那接下来就是我发生的故事了 我们那时候是站的是停车缸 停车缸棚的那个哨 当天 在我们站哨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跟我那个朋友 就一直不断地听到一个声音 是铁撞体铁的声音 但是因为我们是装甲部队 所以说只要会开战车的人都知道 那个是平常我们在修战车缕带的时候 拿着榔头去敲缕带的声音 很规律很清脆 但是很响 当天就在两点到四点的时候 我跟我这个朋友站在那边 就不断地听到这个声音 感觉好像是在战车的掩体那边传出来的 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走去查这个掩体 里面到底有没有人 但是只要一走进去的时候 声音没有了 声音就这样停止了 左右巡视也没有任何人 任何的声音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停车缸棚那边 这时候这一班的查哨官终于来了 我们想说查哨官你终于来了 我们就给他督导 最后查哨官走了之后 我们想说终于轻松了 因为没有查哨官了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们两个就为了偷懒 我们跑去睡在战车 我们跑去睡在那个军用大货卡的前座 两个人就这样睡在那边 但是在我们睡着 大概已经睡了十分钟之后 没有多久 我突然突然被一个声音吵醒了 那这是什么声音呢 因为我们当时是倚靠的那个车门在睡的 你就感觉到有人一直在 咳咳咳咳敲我们的车门 敲我们的车门就算了 突然有一只绿绿的手 绿绿的手 它搭上了那个玻璃 搭上了玻璃 感觉好像有个像头发一样的东西 在下面它也是持续的敲我们的车门 它在敲了大概两分钟之后 它不敲了 我用圆角的余光往旁边瞄啦 我看到它开始变成一个 用闪电的形状在移动 一下在这个A的点 一下又瞬间移动到B的点 一下又瞬间移动到C的点 就这样一直动来动去 然后对着我们里面 一直不知道在窃笑什么 它一直指着我们在笑 指着我们在笑之后 我们因为很毛但是又不能动 这时候那个绿色的物体不见之后 开始变成有碎掉小石头 在丢我们的车窗 用很近的距离上轻近的这样 抖 抖 抖的丢 丢一下因为看不到人 所以那时候的感觉其实是还好的 最后啊 就在它丢了大概五分钟之后 我们以为它消失了 但是我们身体还是不能动的状态下 我们以为它消失了 所以说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你突然看着车窗上面 一只手从车窗的上面伸了出来 它在车窗上面 往里面看着我们 就这样 它看了将近一分钟之后 最后才消失 最后直到下一班的哨 下一班的哨兵 带着手电筒一对人 这样直直地往前走来我们这边之后 我们两个才清醒 但是我们两个下车之后 我们一看了地上 地上还真的 这就是我的故事 这个 哨所 有状况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我大概比你早个二十年当兵 那时候哨所这有问题 有问题才会变哨所 当初我聪明 我听到怪声音 我都往仿方向走 感觉没有回报 厉害 小灰连上被打死 神经病还飞 好 太恐怖了 太好了 觉得X先生讲的就叫恐怖的 请亮灯 一 二 三 还有过关 过关 来 来 我和机缘一起被鬼那个啦 我的职业是迷航机师嘛 那迷航机师跟空中小姐的组员 讲夸张一点 一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通通都在住饭店 东南亚 泰国 是所有组员票选第一名最多 奇奇怪怪事情的地方 我记得我们从欧洲飞回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超过工作时间 所以只能在曼谷 泰国落地 换组员飞回来台湾 我们大家 当然就让空姐先check in完之后 就纷纷地就上房间去了 那我跟我同学两个就最后check in 我记得印象很深 她住在1401号房 我分辨到1414号房 出了电梯之后 突然间我感觉到我的房间快要到了 有一个女孩子跟我一面而来 我不想那个味道很奇怪 不像是香的味道 那她过来 她就跟我讲 Sawaddi Ka 我就猛然地稍微头抬一下 我们都很习惯嘛 我们讲Sawaddi Ka 结果讲Sawaddi Ka 我喵了一下 她穿得好像是戏服 也好像是类似道服那种感觉 把那两个辫子 就是古装式的模式 已经到房间我就进去了 七月份的时候很热 我进去的时候 感觉那个房间好冷 冷得不大像话 没想太多就睡觉了 那一睡呢 我做了很多很奇怪的梦 有男的有女的 就没有脚 在房间上上下下跑来跑去 但是我也没有醒 我后来终于醒了 因为我的那个手机震动响 我一看我同学传了简讯说 我房间里有东西 拜托 可不可以让我跟你一起睡 我赶快传给她 叫她过来 不到半个钟头 她就拖着行李过来 也把她棉被带过来 我看她的嘴巴 两个嘴唇干裂 而且紫色一直抖一直抖 她的手真的是好冰好冰 我赶快拿棉被包住她 我说煮个热咖啡给你喝 好好 她一直抖 她说她进房间之后呢 洗完澡睡觉 马上就沉到一个 很深的梦魇里面去 窗外飘来一个女孩子 是年轻的女孩子 就绕到她上面 一直绕一直绕 俯视着她 她想要爬起来 她爬不起来 她在那边跟她挣扎了 大概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最后她真的受不了 脚抽筋了 她总算起来了 结果她起来之后坐在床园 她冒冷汗 她说她坐的梦境 跟她现在住的房间 完全一模一样 照理说不会一模一样 而且机长住的都比较大间 有客厅 有主卧房 她拖着蛮山的步伐 到前面看 她连客厅都没有去 她看了 跟她的梦境也一样 她吓死了 赶快跑到我房间来 我说那你就安稳地睡没关系 因为大床只有一张棉被 她说她就睡客厅的沙发 没事 搅完之后她就睡觉了 我也当作没事 我就一样就盖着我的被子 就开始睡觉 问题来了 我开始做梦 这时候 有人从门口慢慢地 徐徐这个黑影就走走走 到我的房间里来 这个黑影不断跟随 到底她想做什么呢 她看了跟她的梦境也一样 她吓死了 赶快跑到我房间来 我说那你就安稳地睡没关系 因为大床只有一张棉被 她说她就睡客厅的沙发 没事 搅完之后她就睡觉了 我也当作没事 我就一样就盖着我的被子 就开始睡觉 问题来了 我开始做梦 这时候 有人从门口慢慢地 徐徐这个黑影就走走走 到我的房间里来 她进来的模式 居然让我半梦半醒间 感觉到那个床柜 在嘰咕嘰咕嘰地在动 我觉得那个黑影 就一直一直靠近 一直靠近 一直靠近 然后我手要去抓堂担 我抓不起来 一直到最后 我觉得那个黑影 坐在我的床缘 我的整个身体沉下去之后 我大叫一声 我整个手就抓到床缘 我就坐起来 我赶快把灯打开 我就跑回去 把它咬醒 我说我刚大叫好几声 你听到没有 她说完全没有听到声音 天哪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吃早餐 我就找柜台值班的 的一个班长 我说我房间有问题 有状况 我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幻影 把辫子穿道服 她没听我讲完 什么颜色 什么状况 她马上上网打给我看 这张吗 不是 这张吗 不是 这张 有点像 我就问她说 那是什么衣服 这是泰国 传统 往生者穿的衣服 而且 那房间应该是出过很多大大的事情 这是自己发生的事情 很多时下男女 很喜欢坐空腹员 好 现在知道空腹员 不为人质的一面了 写着我们志祥哥讲比较恐怖的 请亮灯 一 二 三 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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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这个没来 现在自己算是贵王 是哪个玩意 来… 这么厚的 看一下 看一下准备什么 我们现在东西不会太好 但是都很有創意 看一下 今天是送的 勇猛壮 还有牌的什么呢 是十拳大补丸 帮你强健身 这次也是不怕鬼的 不怕 不怕阿飘来给你押床 OK 先带回家 我会分享给所有的主题 谢谢 带一下 谢谢 来 请坐